欢迎回来继续focus 整个世界或是一个社会区域之间的仇恨氛围 确实会影响人跟人之间 惯性以仇恨的态度来互动对待 那么究竟根源在哪里有很多 但是社群平台网络 几乎是大家同意的 在很多情况下面 这个里面有非常多的仇恨言论 美国开始有民间团体要求政府制定 管制社群媒体的AB587法案 也就是要求经营社群平台的公司 定期向美国的检查单位汇报 他们监管的结果 他们是不是移除了不良的资讯 这是因为美国这几年 不同的族裔或者像LGBTQ族群 他们在网络上被骚扰 被霸凌的情况越来越普遍 枪击凶手的社群媒体 都可以看到各种仇恨的意识形态 这个反应会不会过呢 一起来了解 美国多个民间社团与议员提议定定 AB587法案 要求社群媒体经营公司 严管各式网络霸凌 与极端主义资讯 不仅兴取向非主流的LGBTQ 常受骚扰 在主张自由平等的美国 现实是各种少数族群 收到仇恨讯息 甚至惨遭网络霸凌的现象 都曾出不穷 AB587法条草案中 要求经营社群媒体的公司 每季都向美国司法部长办公室报告 是否对于仇恨 与极端主义的资讯 尽到管制责任 除了霸凌与骚扰 网络还能传播杀机 几个月来 美国多起随机大规模枪击案 枪手都曾利用社群媒体 或预告或炫耀 5月底发生的德州小学枪击案 杀害20亿人的凶手才18岁 脸书是他炫耀买枪 并预告作案的工具 5月中水牛城枪击案中 白人枪手精心挑选 非裔人口众多的评价超时开枪 甚至冷血的在社交媒体 Twitch上全程直播 他还曾在自己的社群媒体上 不断提到大取代理论 白人至上主义网络社群 被视为多起 足以仇恨枪击案的罪魁祸首 其实从去年起 脸书与微软等美国科技公司 就组成反恐数据库 监管各类极端组织传播的讯息 Reddit、Instagram等14个社交平台 也陆续加入 希望尽快识别 并移除这类有毒资讯 因为歪理或谎话 多说几遍总会有人信 但网络仇恨讯息能洗脑成功 与社群媒体的演算法推播 脱不了关系 这也是网络获利机制的一部分 贺锦丽主持的白宫阻止网路骚扰专门小组 将规划立法 预防网络犯罪 让攻击者与社群平台负起责任 脸书已表示 会定期发布监管报告 欧盟也正制定新规 要求科技业监管社群媒体平台 但网络仇恨战当然不止在美国 联合国安理会特别听证会上 Google子公司高层 就依现有资料作证 指出俄罗斯从2014年 克里米亚战争以来 就开始用假讯息 洗脑抹黑乌克兰人 欧盟假新闻识别组织还发现 俄罗斯也针对北欧盟国 如德法意大利等 制造产出数百起假新闻 不仅大内宣 更希望影响欧洲各国舆论 欧洲议会考虑祭出制裁 这也加重了各社交媒体平台的网管压力 网络言论自由无远弗届 辨别的智慧最终还是得依靠 个人良心与成熟度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甘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